他没称帝,却比皇帝还厉害,后宫家力超武则天,人称千古以后。 谢谢了。接下来,顶叔也会好好努力。请大家双击订阅谢谢。好人一生平安。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,文会发现,古代女子当政并不显见。 如临朝称制的吕太后,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,以及君临天下的女皇武则天,她们都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王朝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 北魏冯太后,虽然没有像武则天那样称帝,后宫加厉的数量却远超武则天,她还因为功绩卓著被后世称为千古以后。 冯氏出身于北燕皇族,祖父是十六国时期北燕国君,但到了冯氏出生时,北燕已经灭亡六七年了。 此时,太武帝拓跋涛已经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,但依然对曾经的北燕皇族冯家不放心。 后来父亲冯朗因为一桩大案的牵连,被太武帝下令诛杀了,年幼的冯氏也被冲入宫中成了婢女。 冯氏的姑母当年在北燕向北魏称臣时,被送入宫中成了太武帝拓跋涛的昭仪,年幼的冯氏入宫为奴后,冯昭仪便对这个侄女十分照顾。 后来,十三岁的文成帝登基,年仅十二岁的冯氏被选为了贵人,美丽聪慧的她深得文成帝宠爱,十五岁时又被立为了中公皇后。 文成帝把两岁的儿子拓跋红立为太子,那时候北魏有栗子沙姆的传统,拓跋红的生母李夫人自然也难逃一死。 李氏被赐死后,文成帝便把拓跋红椒由冯氏抚养,冯氏对这个孩子势如己出,关爱有加,这让文成帝对冯氏更加信任与宠爱。 文成帝在冯氏面前处理政事从不避讳,还经常询问他的看法,冯氏在每日的陪王半嫁中也了解了很多治国之道和国家形式。 后来文成帝还听取了冯氏重用汉人大臣的建议,让长久以来存在的民族矛盾得到了缓解,国家政治安定,百姓安居乐业,整个国家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 想不到的是,文成帝拓跋逊却英年早逝。 去世时只有二十五岁,冯皇后与文成帝一直恩爱情深,如今却生死永隔,自然是悲痛万分,还没等他走出丧夫之痛。 北魏就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。 文成帝驾崩后,年仅十一岁的拓跋红继承了皇位,二十四岁的冯氏也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太后。 那些手握大权的诸侯王,觉得他们孤儿寡母好欺负,也都开始虎视眈眈,想要阴谋篡位。 此时冯太后果断采取行动,下令镇压叛乱,迅速稳住了局面。 对于叛乱的大将军已魂,他也没有妇人之人,而是选择了一灭三族。 让大家都知道叛乱的下场,也看清他们虽是孤儿寡母,但也不会任人欺负。 因为新皇年幼还没有亲政能力,冯太后便开始临朝听政,辅佐右主治理国家。 此时他才是北魏的实际掌权者和决策人,在他的治理下,北魏的动荡局势被彻底扭转了。 后来拓巴红逐渐长大,还生下了一个儿子拓巴红。 冯太后就还正与他,自己退居幕后,抚养孙子拓巴红。 当时冯太后还很年轻,为了排解寂寞。 他身边有许多年轻才俊供他享乐,其中有一个叫李懿的人,不但长得风度翩翩。 还十分善解人意,深得冯太后的宠爱。 但拓巴红却觉得此人淫乱后宫,罪大恶极,便找了个理由,把李懿除掉了, 还把以前冯太后宠信的人都废掉了,换成自己的亲信。 他一连串的举动,让冯太后十分恼火,母子俩也彻底决裂。 由于冯太后在北魏根深蒂固,很快就联合众大臣,逼迫拓巴红退位。 县文帝拓巴红最终只能把帝位,善让给自己年仅五岁的儿子拓巴红, 就是后来的孝文帝,自己则成了最年轻的太上皇,冯太后也变成了太皇太后。 因为孝文帝年幼。 朝政大权依然掌控在太上皇拓巴红手中, 当时北魏连连水汗,官吏贪暴,各族人民矛盾不断,叛乱频发。 尽管拓巴红采取了一些严惩贪污,减轻租付的措施,但成效不大, 北魏动荡的局面依旧没有改变。 冯太后,他身上承载了果敢和狠辣两个字眼, 对于拓巴红手中的大权,他一直将其视为一种威胁。 因此,为了夺取大权,他毒杀了拓巴红,并再度担当起重要职责, 辅左右小的君主,继续管理国家的政务。 经过冯太后掌权后,他毅然实行了大规模的改革措施。 希望整顿朝纲,为国家的长治久安,打下坚实的基础。 他重视人才的使用,力求将朝廷中最优秀的人物招募进来, 以为国家谋福利,正是他的决断和勇气, 让北魏这个大国焕发出强劲的活力, 实现了国家的富强和民众的幸福。 然而,冯太后的改革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和政治层面, 他独具慧眼,明白培养君主的重要性。 因此,他将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孝文帝拓巴红的培养之中。 他不仅在政务上教导孝文帝传授治国之道, 更加关心他的品德和修养。 冯太后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, 培养出一位有能力、有道德、有担当的君主, 为国家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。 冯太后的才干和决策能力, 使得他成为北魏的代表人物。 他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, 没有私利之心, 而是将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。 他勇于改革,善于管理, 不仅调动了国家的资源, 也发挥了自身的智慧。 他的领导才能和手腕, 为北魏扭转了颓势, 带来了持久而稳定的发展。 在历史上, 冯太后以其果断和果敢的个性, 成为了北魏时期值得铭记的重要人物。 他的改革和施政实践, 为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, 贡献了巨大的力量。 他的重用人才和培养继任君主的战略决策, 也为北魏国家的未来承载起了巨大的希望。 因此, 冯太后开创了北魏的鼎盛时期, 使得这个国家在他的治理下富裕强大。 她是一个有着宏威远见, 愿意为国家付出一切的杰出女性, 她的事迹和贡献必将永载史册, 成为后世仰慕的楷模。 冯太后在私生活方面更是毫无顾忌, 虽然她没有当皇帝, 男宠数量却比武则天还多, 其中有才能的男宠。 还会成为冯太后的心腹, 贝魏已要职, 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她政治上的得力帮手。 虽然冯太后的私生活被受诟病, 但她毫无疑问是一位功绩卓著的女政治家, 她的领导能力和智慧将北魏推向了繁荣昌盛的道路, 并不断为万民谋福利, 历史上将她尊称为文明冯太后, 正是因为她对国家的贡献和治理水平足以令人称道, 而且她还培养出了北魏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, 孝文帝拓跋红。 冯太后和孝文帝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, 这也是北魏历史上引人注目的一段感情故事。 尽管冯太后在四十九岁时因病去世, 但孝文帝却对她深感哀痛, 她甚至茶饭不思, 一度考虑遵循汉族礼仪, 为母亲守丧整整三年, 这种深情厚意让人感动, 也彰显出她对冯太后的深深思念之情。 当然, 身为皇帝, 孝文在治理国家方面也需要考虑国家大事和政务, 因此大臣们纷纷劝谏她放下个人感情, 履行作为国家统治者的责任, 在他们的劝说下, 孝文帝最终决定遵守北魏的礼仪规定, 而非常事件受丧。 冯太后被誓号为文明太皇太后并受到国君之礼的厚葬, 是对她治国有方和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崇敬之举, 她的离世不仅令孝文帝深感痛苦, 也令北魏的历史留下了关于这段深情后裔的佳话。 作为北魏历史上两位重要的统治者, 冯太后和孝文帝共同奠定了北魏的繁荣基础, 为后世的发展铺就了坚实的基石。 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了北魏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, 展示了深情后裔和为国家奉献的伟大精神, 他们的付出和努力让北魏历史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。 冯太后虽是一届女流, 却是辅助孝文帝改革的最大功臣。 是她推动了北魏的汉化走向, 将北魏政权带上了民族融合的发展之路, 被后世称为千古以后。 对此,大家觉得是怎么样的呢? 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顶书讨论吧。 最后的最后, 亲戚朋友们别忘了双击加关注, 爱你们哦。 明天冷静 decided it's not true according to the 生意称说准备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